到場中了 今天26歲 175公分51公斤 在上一屆的亞運會 也是參加51公斤量級 最後以第九名的成績做收 今天看到在場上 雨球球 昨天拿下金牌的戴季營 也在場上 來為我們台灣的代表團 其他選手來加油 沒錯 中華隊在這一屆亞運會 真的表現非常出色 到目前為止是三金十五贏 二十銅的成績 現在在所有國家排名裡頭 高居第六 所以看看接下來 能不能夠繼續 有好的發揮 可能接下來的主要奪牌 會集中在球類運動 當然今天開始的軟網 我們稍早也已經 拿下了一面銀牌 軟網也是我們的 這個奪牌的重點項目之一 五位的評判委員 來自亞塞拜倫 來自日本 來自阿爾及利亞 來自韓國 那麼在林玉婷呢 今天他的對手 是來自哈薩克的 比賽拜 比賽拜呢 這位選手呢 其實跟林玉婷一樣 在先前的比賽裡面呢 打得非常順利進擊 那麼來到了這個階段 他是相對之下 比林玉婷要更加有經驗一點點 他是二十四歲 林玉婷是二十二歲 但是呢 兩個人的身高差了二十公分 林玉婷是比較高一些 但同樣都是五十一公斤量級的 所以很明顯的看到 林玉婷的整個體型呢 是瘦小許 比較單薄一些 比較單薄一些啦 肌肉量也並沒有像 他的對手 吉萊姆的這麼的多 哇 所以真的從 這個畫面看得更清楚喔 藍色角落是哈薩克的選手 吉萊姆 紅色角落 中華隊的好手林玉婷 三分鐘 第一回合的比賽 正式展開 吉萊姆喔 在去年 剛剛拿下哈薩克 總統盃的冠軍啊 爆發了在過去兩屆的世錦賽 2016跟2014啊 其實他參加的是 45到48公斤量級啊 是 栽下了兩屆的冠軍啊 所以實力絕對是不容小覷啊 對 二十四歲啊 也是這個經驗上面 更加豐富一些 雖然說個子比較矮一點的 不過整個肌肉是比較結實 林玉婷呢 當然是我有身高的優勢 而且一上場之後 看到林玉婷 氣勢非常好 嗯哼 現在是 盡可能把吉萊姆 往角落的方向逼喔 第一分鐘盡可能來試探一下 今天對手的狀況到底如何喔 哇 林玉婷 非常積極的進攻 那他的對手呢 其實 待會可以看到的是喔 他的腳步其實 應該會蠻不錯的 因為吉萊姆自己呢 是蠻喜歡踢足球的 那另外他也很喜歡畫畫 所以說呢 透過繪畫跟足球 讓他在自己的訓練 還有在心靈的沉澱上面呢 都能夠得到 不同成分的一些協助 林玉婷的部分呢 在去年 越南胡志明市舉辦的 雅錦賽當中喔 那他是獲得了最佳拳擊手的獎項 所以也是國內新生帶了一位 相當優秀的女拳手 那另外一位曾經代表我國參加 那青年奧運的陳念琴來說的話呢 因為他是屬於75公斤量級 那這一次 雅運會在女子組的部分 拳擊只設了三個量級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 前進雅運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印尼人可能就是不太進行 拳擊運動 甚至或者說是對這個 女性的拳擊運動來講呢 推廣的並不是 這麼樣成功了 雅運會的話 這當然會設下更多的運動項目比賽 不過主辦單位還是有權力去 設置說 那要比哪些量級的比賽 對 所以拳擊好我有比啊 但是我的量級呢 是比人家小一些 包括這次男子組 是最高就設到75公斤量級 這也比上一屆的人川雅運呢 是少了三個 那從中重量級到重量級的 這個項目 最後不到30秒的時間 剛剛這個揮拳喔 出拳的時候其實動作很大 其實放錯空檔很多 但是呢 Kisabe並沒有掌握住機會 來反擊林玉婷啊 所以這算是 林玉婷有點這個躲過了 剩下最後的10秒 林玉婷 假動作之後 Kisabe 想要切進去他身體中間的空檔 好 現在 敲響了第一回合結束的哨音 我們稍微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傳播現場 歡迎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我們現在看到 在女子的51公斤量級 那現在目前在場上呢 是我們台灣的選手 林玉婷正在進行著比賽 她的對手呢 是藍色運動服 來自哈薩克的Kisabe 第一回合來看的話 其實在最後的領響前呢 那林玉婷也組織了一波 相當不錯的攻勢 我現在糾纏上去之後 Kisabe 仍然去攻擊林玉婷的腹部 希望能夠把距離給清開 林玉婷今天打的真的是蠻積極主動的 看起來甚至是比起Kisabe 要更有威力 去年來講的話 林玉婷其實是參加 女子54公斤量級 在亞錦賽 那也搶下了金牌 今年因為亞運會的關係 所以她是往下降重量 出戰51公斤量級 對 拳擊也是屬於這個必須要進行體重控制一個項目 的確是 所有以體重為 這個參賽標準的一些運動 選手們都非常辛苦 當然因為陳定琴的量級 要降下降太多了 實在是差非常多 所以寧願選擇放棄 不是在你熟悉的量級出賽的話 那種大幅的減重反而會影響到你整個出拳的品質 甚至可能後續呢 當你要再回復到你原來量級的時候 這其實 要付出太大的代價 沒錯 別回了比賽 進行了快要兩分鐘的時間 林玉婷 漂亮 剛剛稍微掌握住了Kisabe 想要再用一技下勾拳 去進行自由效的攻擊 這時候 組成裁判先要求哈薩克的教練 幫助選手 把頭部的護具 再給 處理得更緊實一點 最後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林玉婷 嚴守自己的門戶 不要讓身體驅幹 中間地帶的部位打開 漂亮 兩下應該都有集中 哇 再來一下 我想 這一波的攻勢 應該能夠為 林玉婷 贏得不少分數 沒錯 最後的30秒 平平地用假動作 剛剛一時間 左臉是遭到對手擊中 Kisabe真的是 已經拿過不少的獎項了 但是這場比賽 碰上林玉婷 感覺上林玉婷真的是打得非常有勁 這個量級要碰到 身材這麼高大的選手 我想對Kisabe 非常少 可能都不是這麼常碰到 所以林玉婷只要維持住自己場上的優勢 應該是有機會進行到下一輪的比賽 好 裁判敲響了第二回合的結束 接著這個鈴聲 我們稍微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總共現場 季後賽卡位 央連大亂鬥 歡迎繼續回到比賽的現場 我們現在看到最後一回合了 林玉婷維持這個氣勢的話 真的是有機會晉級 就看看裁判怎麼給分 確定項目來講的話 只要能夠取得四強的資格 那至少是有一面銅牌的 對 另外一方面 當然其實他的對手進攻上面 也算是不差啦 所以這一切就看看 兩位拳手在場上如何來 在第三回合裡面 讓自己更具優勢 喔 剛剛林玉婷又被擊中了一下 沒錯 其實我們從前場比賽 印度的Vicas在出戰 中國的唐阿提安就發現了 其實身材比較矮小的拳手 其實有他自己的進攻的特色跟方式 不見得面對高纳對手就是比較吃虧 對 剛剛看到兩位選手 這個有一個大外哥的動作 馬上裁判說 我們還是要併留這些動作 對 項目不一樣 所以兩位選手現在又糾纏在一塊 對 裁判說大外哥是隔壁棚 現在也在比賽是沒錯 第三回合進行了一半的時間 林玉婷 試探性的左四拳 但是被逼到角落 喔 這拳又擊中 很快速的移位 現在來到場地的中央 喔 又擊中了一拳 所以李玉婷也在運用自己的身高優勢 由上往下的出拳 其實讓Gisabe是比較難防守 對 因為對Gisabe來講 可能真的非常少碰到這麼高大的拳手 從上方尻下來 剩下最後的一分鐘 林玉婷 再度糾纏上去了 現在主寵裁判也示意兩位選手 必須要分開 對 不要再繼續深情擁抱 場邊的這個教練也提醒林玉婷 剛剛要滑步滑步 三回合三分鐘的比賽 所以打到後半段 你的腳不能否還保持靈活的移動 這也會是影響比賽勝敗的一大關鍵 對 腳步的話呢比較矮小 而且平常有在踢足球的Gisabe 當然是相對之下有力一些 但是等於說各自的 都握有一些自己佔據上風的地方 沒錯 嗯 其實從畫面上就可以看到 兩位選手在整個下半身的肌肉量 是不太一樣的 嗯 又糾纏在一起了 裁判現在要過來把人分開 剩下最後的13 12秒 所以對林玉婷來講呢 這場的比賽就要結束 進入到最後的獨秒階段了 林玉婷嘗試再組織一次的進攻 我又被Gisabe纏了上來了 林玉婷在靈響的同時 發出了歡呼 我很期待這是一聲 賣相四強戰的歡呼聲 對 賣相獎牌的一個歡呼 然後在場邊看到他的教練 Kobe明以及劉宗泰 也是非常開心的 感覺上對於場上呢 林玉婷今天的一個發揮 應該是覺得還頗為滿意 沒錯 其實西北真的是在國際賽 也留下了不少非常好的成績 在面對這樣的強敵 那林玉婷三回合的比賽 可以說是不落下風 現在就看五位評審委員 跟我們的看法是不是一樣 對 林玉婷也像現場觀眾致意 感覺他是 這個世界球戴姿穎 今天都是這樣比賽 在場邊的全迷 好 果然不錯 漂亮 最後呢就是由林玉婷 以總點數4比1 四位裁判是認為他比較佔優勢 4比1來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所以也確定晉級前四強當中 非常恭喜林玉婷 在今天又要準備 來為我們台灣的代表團拿下獎牌了 沒錯 晉級四強已經確認 至少會有一面同牌進場 當然我們希望林玉婷 能夠再接再一 在接下來的四強戰當中 能夠繼續有精采的表現 那希望能夠站上頒獎牌的最高處 對 那今天的轉播工作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了 我是王志偉 我是孫夫 在這邊也先跟您說一聲 再會接下來更多精采賽事 請您持續的鎖定 愛爾達電視為您帶來的現場 分享直播 拜拜 拜拜